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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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比较厉害 他们为什么发现了一个秘密 你知道秘密是什么吗 突然之间股票涨了 有利好消息 有利好消息 不是利好消息 是有人透风了 你明白吗 因为有人透风了 可能要出什么利好的政策出来 因为 开会的人有很多 什么中央机关 省委领导 省市委领导 企业那个范围很广 他只要去开会 开什么会啊 开中央经济会议 这就邪密了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这次有主要奇怪 就是习近平会还没开完 就跑到越南去了 这就说明 要么越南这个事情 就定得比较匆忙 要么中央经济会议 定得比较匆忙 我是趁向于 中央经济会议定得比较匆忙 为什么呢 因为越南这个事情 你协计的越南还要协调 对吧 你设计的越南领导人的安排 行程 包括之前王毅就已经去打了前仗 对对 所以花的时间比较多 那中央经济会议这个东西 那习近平老王一拍 要开了 就开了 对不对 反正火车也很快 现在专机也可以 很容易就开了 距离也信 对 所以开了 所以没开完就去越南 这个事情你怎么开啊 你觉得是不是因为 老习觉得现在要李强 是因为放权 因为上飞机了 对 他是南下嘛 南下去了这个越南 到了越南的时候 今天华业军论坛 我就看了他的这个视频 放的时候 我就知道 有这么一个视频 一看 哎呀 这个彭丽云女士也去了 中国第一夫人去了以后 我就发现 下了个梯的时候 非常谨慎小心地 不敢看看人群 对吧 只有习近平还跟人民 看一看 没有招手 但是这么看了一下 就是一直看 因为他在走路 那个梯啊 太太 太抖了 太抖了 所以彭丽云穿高跟鞋 我都不是领枪习 我是觉得 哎呦 第一夫人很难受 穿高跟鞋 走了个东西 万一睡觉怎么办 所以他小心翼翼 小心翼翼 就是这样到越南 到越南的话 大家其实真正的关系的东西 还有中央经济会议 因为越南这个事情嘛 中国和越南的关系吧 不会因为美国人去了以后 跟中国和越南又闹翻 越南现在人很聪明 越南很聪明就是 你美国拉拢我 我跟你合作 没问题 对 中国拉拢我 我也跟你合作 这就是中心国家 小型国家 最聪明的地方 因为越南也是社会主义国家 越南也很贫困 他们也基于改变自己的命运 对吧 中国有很多的 不想搞的 制造业 来越南一点 对吧 或者越南电力紧张 你能不能借点电给我们 或者是中越之间的边境铁路 要不要修 越南现在也有稀土 中国要不要买一点 同样美国也是这样 对吧 美国现在要帮助这个 越南发展这个半导体 早上是一家黄恒熊 黄恒熊嘛 都去了 比我还先到 我本来说 退休了以后 去让越南小妹照顾我的晚宜 结果 黄恒熊旁边 有了几个 越南小妹 开玩笑的 所以越南这个事情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事情 就是一种平衡 对 真正的问题是中央经济会议 你拿出什么招出来 让大家现在都是 疫情之后 大家认为爆发性的 这个 复兴 你在旅游啊 在餐饮很多地方 确实反映出了 中国人现在旅游热情很高 你也可以说 是报复性的增长 但是你整体的出口 受全球的影响 非常之大 因为中小企业 这个疫情风俗的太严重 要复苏起来很不容易 那么中国经过高速增长 这些年以后啊 我觉得是前所未有的 民众 不是民众 经营分子感觉很沮丧 我没有 我几乎没有见到 一个人说 现在中国经济还好的 中国经济还好的 所以大家盼望到 中央经济会议啊 会出一些招数出来 出一些新的这个政策出来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 在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表现出来的 最重要的是 先离后破 先离后破的 新说法是一个 这个说法的意思是先别瞎搞 搞好以后再瞎搞 先搞好了之后再系统性的瞎搞 先做一个试点 对开玩笑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不会那种大规模的对行业进行破坏 你像过去几年 比较大规模的破坏就是三点红线 把房地产一下子给打死了 打死了 这种做法呢 好处就是让房地产固热给降温了 对吧 糟糕的地方就在于上下以后 走东下 都破坏了 全破坏了 全破坏了 这重新调整回来 比如说对教派产业 中国的教派产业是有问题 但是你一棍子打下去 突然之间整个没了 对吧 你比如说打击马云 打击这个 阿里巴巴打击什么蚂蚁金服 你说这个东西作为企业来讲 作为政府来讲都可以打的 没问题在美国打在欧洲打 但是你得有法律 你得有规则 有依据 对 然后你抓外伤 外伤也是这样 这个你去调查人家 那也没问题啊 你一个主情国家 你当然可以调查人家 但是人家头人都不见了 你也不想全世界公布一下他们 到底是什么问题 对吧 你这个东西你主情国家 你说我要查他 他有税收问题 我要查他 他有协密 有窃取我们机密的问题 我要查他违反了什么东西 这很正常的 中国就是抓了就抓了 对吧 这个是这东西对中国的这个国际形象 伤害非常之大 对中国的这个 企业家的信心伤害非常之大 其实企业家就两件事 企业家商人就两件事 第一有钱证 对吧 有钱证我肯定来 有一些麻烦我也愿意度过 但是呢 如果我有麻烦 要搞点什么关系啊 要什么 这个学一点当代的文化 这个对于商人来讲都不是问题 做出一些妥协 但是你不能 没有基本的法治 对 你们都乱来的 对你说法治我们经常在讲 哪一个国家的法治都不完美 但是中国是基本没有 甚至有的东西我都认为破坏掉了 对吧 比如说你现在中国的企业 我周六八点就听我们的网友在讲嘛 你现在民进企业家都不愿意当企业法人 为什么 你当企业法人 这个企业之间是会有经常矛盾的 经常有很多问题 有很多官司啊 那哪个企业 基本上在美国的企业也是这个样子 对吧 但是你这些纠纷和问题 是交给法庭来处理 中国都是交给法庭处理 但是先给你要人限制消费 这不是有毛病吗 企业都是有限的责任 有限的责任你进行这个官司 法人代表一个老板 对吧 夭长万贯千万富翁 那就是因为跟某个企业产生就过了 就跟他变成老了 这种东西的泛滥使用 滥权使用 是今天的中国在渡过这个难关 解决问题的时候最大的一个伤害 就是大家对你没有法治信心 对 而且中国这个官方处理问题 任何问题 经济上的纠纷问题啊 包括一些所谓的社会信息的一些问题 他不去管理这个事怎么样 不去讨论这个纠纷是如何 他先把一个人给管起来 对啊对啊对啊 关起来不给大家说 你就直接说嘛 对吧 我说我为什么要抓你 你讲这个不是可以的 美国你不管怎么样 我们整个这批评论 美国没有问题 但是美国的抓了你 这个检察官马上就可以 跟大家说 为什么抓他 对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根据哪一条什么问题 对 然后他就说 你这个最终定罪 还有法院决定 对 他没有定罪之前 都是无罪的 所以美国吧 处理这个司法吧 基本上 有一点做人的体面 有一点做人的真理 有一点 这个法律过程中间的 基本诚实 就是说 你没有 你当然你定罪 你在这有可能会坐牢 你在法庭没有做裁决之前 你搞跟法院是很痛苦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 不至于把人搞得没有体面 对吧 在美国就是法律是敢蹭 对 但是在中国法律是个棒子 一下子把你打怨 对对对 你这个比喻非常对 就是这个很可怕 很可怕很可怕 你在我们这开车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受到这个 这个警察的拦截 我是被拦截几次 有两次好像是我开的太慢了 他以为我喝多了 实际上我就是比较谨慎 在通电话做什么事情 开的比较慢而已 有一次是红绿灯什么问题 那每一次都没有遇到警察的顺势一通 没有 也许有人遇到过 我没有遇到过 警察就是 把架子只要拉倒 然后他到车里面 看看你是不是犯罪文字 要同学被抓 发现你是个良民 但是呢 你要怎么样 把法党给你 你要不同意 你都到法庭局 对 人人处理这个事情嘛 就比较那个 中国吧 因为最近几年还是需要这么一个过程 我也不知道这个过程多久 但是这一次的中央经济会议 在这一点还是有所提及的 估计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伤害了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 按照中共官方媒体的透露出来信息 您刚才讲了可能是某些方面透露出了利好的信息 或者说大家绝对有利好的信息 所以今天中国股市涨起来了 可是从官方的报道当中呢 你看到的就是说坏的消息比好的消息多 比如说这次会议它当中特别强调 全部是风险 金融重点领域化解重点领域的风险 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 打击金融活动避免系统性的风险底线 包括要求在解决中国的地方债务的时候呢 要求各大经济大省广东浙江啊这些经济大省要挑大梁 就是要稳定中国全国的经济做出贡献 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这些广东啊浙江那些经济大省 在解决地方债务的时候 他们来是不是来承担一下那些没有办法承担的小地方的一些债务呢 哎呀地方这个债务的问题是根本性的财税制度要调整 但是习近平吧在这一次的疫情之后吧 你就可以发现他的动作吧会非常的缓慢 对 缓慢的一个根本原因他就怕呢 我又放水 又等于过去这几年 白忙了 因为过去几年他就要收缩 又打回原形了 所以他不太愿意放太多的水 但是问题把它这个地方啊 因为很多问题是过去几年 这种高速增长所产生的问题 必须要地方诈物 对 地方诈物我就觉得我高兴得不得了 为什么 最好你们是背不起 背不起 你们这部家伙就跟我裁员 对吧 裁掉三分之一 裁掉三分之二 甚至呢 裁掉三分之四不太可能 裁掉四分之三可能 就是说 这个政府没有必要这么多人民 未来就按照专业的标准 对 按照专业标准来完成 今天中国的智能这么厉害 你未来就按照标准来 对吧 中国现在很多地方做得很不错啊 比如说什么办一个复照 办个什么 什么安全卡 什么什么 不是什么安全卡 就证明你没有犯罪啊 什么什么东西 我有一些朋友都说 哇 在中国的速度很快啊 什么 带着这个手机啊 就很快就给你处理了 好兴趣 对 这个比美国厉害 那么你既然这么厉害的话 政府工作人员越少越好 这样的话呢 人与人之间减少打交道 就是减少这种肥色的空间 也减少地方财政的负担 或者趁此机会地方裁员 另外趁此机会 把中央与地方的财政 去做出某一些理讯 但是这些动作你都没有看得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中央经济会议有个词 叫系统性危机 对 就是说你把这帮裁员给裁员是很容易 但是这帮人找不到工作给你闹事怎么办 连带的风险很多 连带的风险很多 所以他非常谨慎 习近平其实是非常谨慎的一个人 就在认真 这个疫情之后 经济遇到这么多困难 大家的预期 中国会产生什么什么危机 他就是比较稳 但是稳的确定就是对于投资者来讲 人家就差不多希望 所以很多位子就觉得 哇 这个你的中国政情太难了 所以赶紧跑了 跑到印度 跑到越南 跑到这个日本 但是这些资本你放心好了 如果过几天 这个中国发现 这个股市有大涨的希望 那些资金就 加的违背又回来了 所以大家 因为这个资本是流动的 他不是在中国办一个企业 没错 办一个企业呢 搬出去很不容易 但是我一个建议投资 那没有问题 但是就是 这一次中央经济会议 我看看大家的这个 最后面的这个 我们今日华尔街 华尔街电视都有很多 这种分析和整结 我觉得从整体来讲 其实中国的经济啊 比这个中国的商人们 中国的老百姓感受的 要好一些 它跟美国不太一样 美国吧 这个数字很好 数字很好 就业数字 经济数字都不错 甚至有些人认为的是 软着陋了 但是美国老百姓不满意 因为老百姓发现 物价涨得太厉害了 所以70%的老百姓 感觉到通货膨胀啊 这个比较的 这个严重 比较的严重 而中国呢 就是 数字很不好看 很不好看 但是老百姓呢 毕竟呢 有一点钱 有一些底子 中国老百姓的底子 一般比 美国老百姓的底子 厚一点 我听朋友都讲呢 这个经济不好 但是你说 过不下去吧 好像他们过得比我还好 所以中国经济很有可能 真正运用一个 要么就是情况更糟糕 对吧 真的是 就会爆发出来 要么就是 外交可能 估计问题太严重了 没那么严重 中国的经济是一个战略性的经济 它有比较长的规划 它为了它的战略目标 它也不跟你仔细说 它也不告诉你怎么调整 它就是硬杆下去了 所以老百姓和政府之间有巨大的距离 而且这一次中央经济会议啊 和政治局会议里面 有一条我觉得最搞笑 就是说你只准唱好不准唱话 这个是绝对把专业人士给毁掉了 以后任何人都说 这个中国经济很好 大家都不相信你啊 因为你都是按照政府的 以后就讲的 对不对 美国完全不同 什么时候华裔都有人唱衰 都说中国讲 美国经济不行 很快就完蛋了 立即爆炸 很快爆炸 这有点事 结果美国的经济素质好得很 对吧 而有的人 经济很糟糕的时候都告诉你 美国经济没问题 很快就会好 或者会强劲增长 这你就会相信它 不过它的结论在后面对不对 但是你至少知道 它不是华盛顿一个讯政部把它控制而讲的 那中国就是 你这种唱好不这种唱好声 只能有一个声音 对啊 那你这个就是没有专业分析的 只有政府分析 所以你这个是本来中国经济也许没有那么糟糕 但是因为不相信你中国政府 所以大家就相信那些谣逆 上个星期的时候 中国一个 属于一个官方的一个学者 经济学者 也是中国人大的 曾经应该制定过很多 经济政策的一个专家组的组长 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经济教授 他就在微博当中发了一句话 说这个中国的股市啊 现在由于制度不健全 里面有很多东西不透明 奉劝中国股民呢 在中国股市的制度没有健全之前 尽量的不要上市 并且他说了一个词 叫中国一股独大的问题 非常明显 好 结果第二天全网禁言 对 我觉得这些经济学者 我不知道他讲的对不对 中国的这个股市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指数 对吧 一直不涨 反而跌到3000点 甚至还说3000点保卫战 保卫战 但是另一方面呢 中国的股市的股值啊 暴涨 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股市 也就是早几年 我说中国的股市嘛 你们别畅使得太厉害 因为全世界也就是美国 华尔街 中国的A股了 很多朋友还不太相信 最近有朋友在讨论 其实我上四年以前 讲的类似这种观点 但是 我觉得这个经济学者 跟股民讲的这个话 一点都没有错 为什么呢 这个股市啊 你不要说是在中国 你就在美国 都不敢鼓励大家去买股 对啊 要谨慎嘛 风险太大了 风险太大了 那何况在中国这样缺乏法治的地方 你股市确实表现得很糟糕 我觉得很正常的一个表现 知道对不对 不是最关键的 起码提供了大家 一个参考的一个信息 一个图境 对啊 对啊 比如说我们说 没有几个经济学的时候 去赌场赌啊 一晚都是说 不要去赌博 对不对 但是还是有人去赌 人生可以有一个选择 哎呀 我喜欢西方 喜欢美国的很重要的 就是说 没有说给你画 动不动给你画条底线 没错 是吧 给你立一个唯一的标准 对啊 你疫情那么严重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一个人到办公室 你们这帮家都不到办公室了 我一个人到办公室 那是不是违反了当时候的疫情什么控制呢 反正我们碰到一个警察来管我 没有大白 没有大白 没有那管我 我跑到那个 那个镇上啊 那些街啊 广场啊 去砍那些门 都一个一个盯着窗户了 一个人都没有 偶尔的时候 发现一个警车在那个地方 警车走出来 很和气的跟我打招呼 好像我是很好的客人一样的 就是中国那种 那种 你刚才讲的那个棒子的感觉 实在是叫人受不了 对 随时准备打任何人 对啊 你包括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呢 他还讲了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信息 就是当中呢 官方媒体说 会议当中特别强调说 中国的发展面临有利的条件 要强于不利的因素 经济回升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础的趋势 没有改变 但是最后呢 说要增强信息和底气 这就证明是没有信息 也没有底气 对对对对 没有信息没有底气 这是中国现在的工商业者的普遍的中国 普遍的现象 对 所以你这么讲没有用的 你必须是让大家信心起来 信心起来就是让股市挣到钱 没错 信心起来就是让各个行业里面 成一个比较好的现象 是 如果你到处都看到的是倒闭 你到处看到的都是 这种发不出工资 到处都是没有订单 那你 你怎么会有信心 对你天天喊都没有 没有没有 所以这次经济工作会议 刚才像您讲的 其实本身是跟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 跟这个民生有着巨大的联系的 他关着门来开 当然同样又有一条 就是习近平定的很多政策呢 他根本不需要你市场知道 对 他有他的一套方法去运行就行了 去硬推行就可以了 对 他只要领导干部 听明白我的话 你们去执行就可以了 对 所以刚才您说他紧张 他必须得紧张 全党都知道习近平亲自指挥 全党也知道习近平要亲自负责任 但是更紧张的是彭丽媛 走路特别小心 因为他穿的高跟鞋 第一夫人当然都穿高跟鞋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摔 不不不 你不能这么讲 那我们待会也会谈到彭丽媛 OK 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谢谢